好了我们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无人之境啊 这个是目前是在内测啊 在steam平台 大家等公测吧 公测才能那个购买啊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要是给他介绍所有的角色啊 顺便给他说一下技能吧 我们首先就是从这边顺序来吧 首先第一个啊 谷月这个角色的话就是破解速度就是很快啊 破解就是体现40% 然后遇到那个校验那个就是克地易难度下降 以及就是开局能看到心盘的位置啊 他这个就是首先我这里说一下啊 因为他这里必须要带这个东西啊 你带这个东西才能就是满足这个就是技能啊 你带两个球 就是这两个球的话 他呢有一个这个技能 你再带一个这个就相当于第二个技能 他带满技能的话 你必须把这四个珠子都带满啊 这边这些珠子也有很多技能啊 比如你看这个距离挥机 就是机晕时间增加0.6秒 这个是敏捷身手啊 可以跨越火盆和窗户提升速度5% 这个是能看到主观和门的位置啊 这个是就是你打开那个天地盘 就是那个罗盘时候 就是不会就是70%几率 不会就是爆点不会给那个宠牧人 然后其他的话 我第二个人啊 这个女孩子的话 这个身手敏捷啊 就是翻窗和火盆 就是我们的板子啊 相当于翻板的速度提高10% 然后这个飞龙爪飞龙爪就是使用那个飞龙爪 可以就是多用一次啊 降低30% 然后这里说一下飞龙爪是什么东西啊 飞龙爪哎呦我没有了啊 我这里没有飞龙爪飞龙爪的话 就是可以就是往那个墙上一勾 也可以自己就是给荡过去啊 大概是这样的 那就是一个位移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痛苦释放 就是被击中的时候增加两秒的加速啊 然后相当于专专业老狗一样的 然后这个第三个这个是陆小萌啊 我们叫哪吒花妹花仙子 然后这个是紧小生微就是减少足迹啊 以及增加破解速度 然后这个鬼画符的话就是用那个隐熙符的时候降低消耗 他是降低30%消耗 隐熙符的话就是全身会像一个隐身一样的迷彩的一个状态 但是鬼的话如果眼睛好的话其实还是能看到的 然后这个心灵感应的话是可以让自己的就是气场和其他的冒养者 就是共享啊 只能够看了就是让别人看了自己吧 然后这个是奶妈啊 朱莉克里斯蒂 应该是奶妈 医者心啊 可以感知到受伤的冒险者 然后这个就是救援和治疗速度提升10%这个角色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奶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啊 就是由队友倒地的时候他的那个治疗速度提升200% 并且持续60秒啊这个技能啊就是奶妈专用的啊这个角色 然后胖子胖子的话就铁屁股啊 他就是倒地之后流血速度降低30%啊可以在地上趴更久啊 然后孔武有力这个就使用那个工兵铲和骨剑击中就是守木人之后增加一秒的晕血 然后这个工兵铲就这个就是可以就是打断那个守木人的就是动作啊 就是他比如说他吸别人的宝石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打他啊就是把动作打断 而且这个品级最高的就是这个铲子的话 还会就是获得加速的一个逃离的一个机会啊 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个作用啊 骨剑的话我没抽到啊 这不说了 而这里还有个急救一勒包也是就是相当于针一样的啊 可以自己自摸的啊 而这个是顺便说一下这个主角光环 这个是有80%的几率能够就是倒地自摸一次啊 然后我们继续看那个下一个角色 大蓝妹啊 李涵高材生就是持续破译的时候会增加就是破译速度最高到50%啊 如果破译中断的话就加速失败 然后悄无声息就是倒地就是别人队友把你摸起来之后 就是不会爆点不会给那个守木人提供爆点 然后这个销声匿迹就是没有人破解了一台那个拼力盘就罗盘之后 你会进入进入20秒的隐身状态 其实这个隐身就相当于和那个隐系服一样的啊 当然就是大概的像那个看不见 如果眼睛尖的话还是能看到的啊 反正蛮好用的 最后一个角色 球天啊 这个是很强的角色 但是目前好像还需要钱买啊 买不到 这个他的技能啊 首先这个行走速度提升20% 这个就很强了啊 行走速度不是奔跑速度啊 行走速度就是正常的走路速度啊 然后这个不死剑法就是用那个古剑或者就是攻兵铲攻击的时候 可以格挡一次攻击 格挡成功的话就是完全消耗这个武器了啊 然后麒麟之血就是没有一台这个密码机破解 他就回复一格血啊 人一共有四个血啊 被打一刀是掉两个血的 就像你破两台就是 天地盘的话就是可以回复一半的血 然后这个是人物的技能啊 他这就是道具的话就是 我给他说一下吧 这个是警惕啊 这警惕我看一下 是自己受机倒地的时候 10米范围内守木人的气场会显示给其他的人啊 其他的就是 冒险者 然后巡龙定穴 巡龙定穴就是开局能看到所有的棺材 棺材就相当于里面的宝箱啊 可以翻东西也可以在里面躲起来像柜子一样的啊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这个及时止损啊 这个收获了吧 是打开天地盘不会给什么人提醒啊 这70%的几率 而这个也是啊 飞龙爪可以是有30%的几率抵挡一次伤害啊 这个是反正也是一个被动的啊 我们一般是带这个九角光盘可以倒地自摸的 然后我们说完了人之后我们去说一下 鬼吧 鬼的话目前是有三个啊 三个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啊 这个是我们的锦衣卫 锦衣卫的技能的话我们先看一下被动 是让冒险者的脚步升放大50% 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一台 就是天地盘破解你的恐惧范围外的冒险者 可以互相看见对方持续三秒啊 就是我和就是啊 我的恐惧范围外的冒险者互相对视可能看到三秒啊 这个其实还是可以的啊 然后击中冒险者或者让冒险者踩中就是啊 陷阱能够获得50点能量啊 这个50能量就相对可以放这个技能啊 疾风利刃 这个是向前突袭啊 这个是向前直线突袭啊 距离越长的话啊 冲锋过程中若是撞到漫人者会直接出刀啊 啊不是灰烬能量这个看错了啊 灰烬能量越多冲锋的距离越长啊 而这个的话如果说啊 你点击右左肩的话会实生一个跳皮 跳皮的话会就是跳起来越过斩物 我有试过跳皮是一刀倒地啊 一刀就是满血直接一刀倒地的啊 所以他这个跳皮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是 相当于就是一刀斩的一样形式啊 这个的话转弯不是特别好转 就是需要调动那个视线啊 方向键啊 不是方向键 转动那个视角啊 但是其实不是特别好转 一般都是直线的啊 我们转个弯就能跑掉 然后第二个啊 第二个就是这个精灵 精灵女啊 这个的话我们看一下被动啊 是冒险者开启主观速度降低百分之百啊 主观会有一颗宝石那个是两分 其他的天地盘宝石都是一分啊 千丝万恐被精灵击倒的冒险者 自救和他人救援降低百分之三十啊 就是救人的话速度降低百分之三十 此消彼长 没有一个天地盘打开 才都会获得五十点能量 并且呃 公主就是能量满的话 会获得百分之五的一个移速加成啊 能量化用来放这个铃铛啊 铃铛的话会让就是 公主获得加速 以及那个灰制能量啊 靠近铃铛的话会产生幻听 啊 每每一段时间会主动召唤一个铃铛 这个是可以主动召唤一个铃铛的啊 但是如果是击中就是人的话 也会在场上随机生成一个铃铛 然后呃最多存在六个啊 这个就是 好像是是给自己加速 但是不会给就是人减速啊 这个buff的话 哎对 如果说就是人的话进入幻听获得减速 buff 哎 这个好像可以减速啊 冒险者进入幻听状态会获得减速 buff啊 啊 说那这个好强啊 又加速又减速啊 这个很强的啊 感觉 他这个觉得也是很强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先锋都统啊 啊 啊 先锋自身踩火盆的速度提升20% 若有冒险者的话 有 只有一格生命史 会降低冒险者 就是 翻火盆 跨越火盆翻窗的速度啊 重击 就是击中的时候有几率就是把它的 把人的身上的道具就是耐久就是扣除啊 比如说那骨剑啊香炉的耐久 然后暴怒肆虐 就是每破一台就是平地盘可以增加一格伤害啊 持续15秒就15秒就这样 最多就是增加两层的话就直接秒人了啊 15秒其实时间还是蛮短的 最后一个是平地进雷 这个的话 就是在前方生成一道就是长方形的一个巨型伤害啊 这个范围内的话被击中都会受到伤害 而且在就是最前端的话会升起一道岩石会凸起来啊 这个岩石会阻碍就是人类啊 人类可以直接翻过去 但是的话 呃 被击中的话也会受到伤害啊 然后岩石的话如果说我们点击的话 他会就是就是点击鼠标左键会击碎墙体 墙体会成一个扇形的角度会飞飞出去 就是那个岩石如果说在击中的话 也会造成一次伤害啊 就这个算是一个远程伤害扇形的啊 然后就是当这个先锋追逐人类够久时 能量值满时 当 当能量就是满时先锋的蓄力计 能伤害扩展三倍的宽度啊 并且生成三堵墙啊 这是满就是能量值满值时啊 大概这个意思啊 呃 这些道具的话 其实 一些什么钉磁陷阱这其实都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这些被动啊 大家可以简单看就行 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大概介绍一下这些 人类和就是鬼的一些技能啊 打到了 他是那个一个砸地会有一个墙突起来的一个技能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 远距离的伤害 中等距离啊 其实不断远距离 车都没打到 好的 我们给大家看了三个鬼的技能 我们今天就到这了啊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点个关注哦 谢谢点个关注哦 谢谢点个关注哦